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白痴干头更进一步吗? 绘画课堂将带您购入名家的课堂,成为您学习绘画的良师益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堂课先从聊天说起,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有的时候就谈,某某人太主观,他又说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说这种人太不合群,我说这种人有他的优点。 徐湛,中国画鸟画研修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曾师从于李苦禅,郭卫渠和欧阳忠实等大师,专攻写遗花鸟画。 怎么呢?他是天才,画画的时候可需要这样,人与人交往,我不同意这样,还是要合群的,不合群,您全用在画上。 这个牡丹花,我们讲了两次了,讲以后呢,有些同学看了很多的画,一看他就是一个画家一个样,他有不同的画法,也就是说大自然当中的这个花是同一个花。 可是谁看了以后,由于他理解,认识不同,他在心里面,他和他的修养啊,他和他的一些画法啊,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下,变形了。 走样了,这是好的,如果不走样,这是傻瓜照相机,一拍就是这个样子。 大自然什么样,你还是什么样,这不好。 啊,我们呢,把这个大自然当中的形象,叫第一形象,这是有目共主的一个形象,可是呢,我们把艺术家心里面的形象,和你纸上所表达的这种形象,叫第二形象。 这个形象,是上升为艺术的一种形象,啊,在大自然当中啊,有时候偶然有风一刮,哎,有动视,飘起来了,动起来了,好,抓住这一刹那,把它留住,留在纸上,啊,所以我们在观察大自然和写生的时候,应该啊,多抓这些,就说,呃,激动人心的,啊,呃,能够激发人的灵感的,觉得奇妙的东西。 这样的话,您的画,您才能够减精神,所以我们要追求啊,奇特,今天呢,我再给大家画一画,大家看一看啊。 咱们前两次画了,一个是粉红的,一个是,呃,那是胭脂的,啊,胭脂里面呢,没有加任何其他的颜色,只是拿白粉和胭脂调一下。 但是在这里头,我要再提醒一下啊,啊,白粉和胭脂画这个,牡丹花啊,确实很雅,但是不容易,尤其是画到深的地方,就颜色很浓重的时候,少割白粉,割白粉多了,就发黑了,啊,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白粉,要薄薄的,稀稀的,啊,呃,用的呢,就是稀磨如金,啊,呃,呃,别弄得太厚,啊,水分也别太大。 啊,今天咱们用的颜色啊,稍有变化,我现在先拿的是猪标,还有薯红,胭脂,我说一下这个猪标色,猪标,猪杀,以及褶石,这都是石色,当然还包括石绿,像头褂绿,三绿,石青,头青,二青,三青,是吧,是石色, 什么叫石色啊,就矿石,啊,研磨的极细,它这种性质啊,它是颗粒比较粗,调这个猪标,调到笔根,压下去了啊,笔根压下去以后,它笔根就吃了颜色了, 很润啊,呃,现在呢,也是这个水比较饱满,我挂一挂,好,我用它,去调薯红,这比较转着,而且要调一调,不能让它出篮,挂一挂, 啊,应该感觉到,这里面的水分,是多呀,是少啊,呃,画多了以后,呃,慢慢自己都有感觉了啊,笔尖上,用胭脂, 您看这个笔根啊,这颜色有点猪标色,啊,然后笔度呢,是属红,尖上是胭脂,啊,这样呢,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渡, 现在笔很干了,我再补充笔根的,转着啊,让它,呃,这个360度的全弄上,然后笔度,笔尖,好,我现在再接着来,您看这个交界之处,交界之处,由于有了胭脂,这啊,有了胭脂,所以它能够把它压住, 等于这是在切瓣,要补充啊,笔尖不补充的话,它就分不出瓣来了啊,哎,这儿平了,没关系,我们阴势力导, 我来这儿破, 这点如果您感觉到太白了,它本身就是花瓣翻过来的,翻过来了,太白了,没关系,您再补充,再画,绝对不能拿尖去补,啊,这就像小脚烟一样,啊,我拿脚后根就补它,啊,拿脚后根就补一补,轻轻的擦一擦,啊,笔尖在这儿,虚射啊,翘起来了, 对不行了吧,我再拿腌脂,再稍微的再提一提它啊, 我不是说过吗,面焦金线处啊,要让它显得对比更强烈一些, 四周围是参差的,有大缺口,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缺口,啊,这就对了,要调白粉,特别稀,大家看啊,水流如柱, 调到笔根,然后挂,调薯红,少调一点,调着调着,我就感觉啊,这个笔根的水在往下走,这应该有个感觉啊,来,挂一挂。 我再来一个偏粉的 再来一个白粉 调粉 调粉 加上来点薯红 两个是,呃,重叠在一起,后面的被前面的挡住了一部分 这个花呢,让它先干一干 我拿起了大蓝竹 调一点墨 中等偏淡的墨色,水分不要太大 写出来的啊 这心比要跳跃 对,这个咱们还没讲呢 等,呃,以后 咱们逐渐再安排啊 今天先用一下啊 大家先感受一下 一看,知道这是水仙啊 这是它的包窍 那最浓的墨 那最浓的墨 画副花冠 这里面有花蕊 最浓的啊 用一个中等踢斗 一会咱们画叶子也用它了 先调中等墨色 我是由淡墨调起来的啊 逐渐逐渐调 好,刮一刮 尖上来点浓的 行 看好了整体构图啊 这,靠下 压下去,侧风走 这是一个盆 这个盆啊,您可千万别画全了啊 画全了那个,这个地壳水线栽不进去了 这是线啊 这是剑笔 这是剑笔 两组 两组 不同的组要搭在一起才行 这个花,往外拉 白粉 白粉 乖了吧啊 属红 调成 粉 没有白粉 这个是不成啊 粉 再来点 属红 好 这俩近点 这个稍微远点 有缺口啊 好 来点腌制 我现在啊 我想 对点啊 我得把这个 面胶交级线给提出来 切啊 跟刀子似的 切出来 这样的话 那个花芯好出来 我们用另外一支笔啊 腌制 加墨 这个墨可以多一点 甚至于就用纯墨了 前的这个花啊 太深了 加墙对比 远充那花啊 没那么深 腌着加末 打个底啊 有这个底以后 如果我们再画黄色的花蕊 那很清楚 刚才这个盆颜色挺深的 那我们啊 别用太深的了啊 这个底儿稍微的让它圆一点 这点呢 我们为了强调一下它口证啊 还是拿大笔画啊 拿大笔 走后头啊 打个草稿 加水 这张画呢 我们可以拿墨画 也可以拿颜色画 现在我改用颜色可以 颜色要老一点 颜色不能够太过于鲜艳 我现在用的是 藤黄花青 调在这啊 您看我这个墨盘里头有墨 别弄太干净的 太漂亮不好 再来点褶石 褶石搁这吧 看得更清楚一些 老绿啊 里很有墨 我现在啊 比尖沾点花青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是露出来的部分 我来一点 褶石 加点水 比尖上要变化啊 这需要拖 拖什么呢 拖这个白花啊 这一拖白花就出来了啊 这再拖这个 这花呢啊 加一点 嗯 好 凡是用颜色画的叶子 可以早点勾进 这是规律 为什么 因为颜色颗粒粗 不像墨 墨有时候咱们需要等一等 这个不用等 画完就勾 你要是晚了还不行呢 拿墨去勾啊 你看这一点都不阴呢 啊 深色的叶子 我拿抹勾了 前色的叶子 我拿胭脂勾 本身这就是一种变化 色彩就丰富了 但是多丰富也得考虑到墨啊 往上翻 挤 最后拿墨 尖上 这啊 挤一挤啊 挤一挤 关键地方 稍微一挤 把这花给推出来了 啊 这是这样装着呢 啊 现在呢 是这边 看看干没干 这一定要干了以后再染颜色 还没干 没干没关系 咱们再做点别的事 这边起来了 起来以后啊 这点空 形成一个对比 那好 我在这添点东西 大家一看就知道啊 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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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这个浓墨去勾 勾线啊 中方 注意 这个一串啊 画的别太大了 这口子 再多一个道 很自然的啊 这是一小串 这小串啊 咱们给它串上 串上 串上 这是什么 小朋友都知道 是鸟 鸟 鸟跟它都呼应的啊 这是整 这是零散 淡一点的 这是啊 先把这个叶子的尖 稍微的 以后有机会再给同学们讲水仙的画法 下面呢 用花青 很淡淡的 花青 把这个花啊 给它反衬一下 这花青很干净啊 这个花呢 显得很透灵 反衬一下 这花就白了 好 反衬完了 我再用一点 淡草绿 加了一点黄啊 把这个花瓣里头啊 稍微提一下 这个白花 它的根 有一点发绿 特别淡啊 它这个花心啊 很美 副花关 我们拿这个珠标 珠标 把里头染一下啊 注意别把那个墨线盖住 多明显呢 在这啊 很漂亮 我们管它叫 金斩 玉盘 这是那个金斩 斩是什么 酒杯叫斩 草绿 先给它走一走 草绿先打个底儿 然后 十绿 也就是三绿 挤上一点 把三绿和褶石 调到一起 刚才有点草绿 也给它调一块 没关系 调好了 这个三绿呢 就呃 不是特别的艳丽了啊 就稳重了 也别太厚了 别挡墨线啊 把墨线盖住 这画就 浑浊了就 这个颜色呀 是两变啊 下面有一个草绿 打底儿 然后再来三绿 这个绿啊 特别沉稳 特别好啊 尖上呢 略有一点着实 寻求一点变化 这盆里头啊 我们给它 点点 您说是土 还是露出来的 水仙头 那点 有那个那个残的东西 啊 都可以 黄颜色 画画蕊 必须要加白 有些地方 是蕊丝不画了啊 蕊丝不画了 太测了 所以蕊丝看不出来了 您看这个蕊 多亮啊 要没有刚才打底儿啊 不会显得那么亮 好看 它和这个周围的花的颜色 配起来 好看 那打白云 泡出一般都是红的 鼠红加点胭脂吧 红里面 透出一点 深颜色啊 很稳重的 您看我画这 中间留一道 这道啊 但是感觉呢 是高光 它就显得圆了 两笔 中间出一个缝 好 这个画完以后 泡中是这个 有这个头上有黄 里面好像有那种牛皮纸 做的啊 然然 色彩丰富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部分 啊 这张画啊 构图 这点出去了 从这儿入 入进来以后 这两个焊接在一起 上来 然后气势下去 这点和它一承接 两个形成呼应 就好像上次我们画的小鸡 和牡丹花形成呼应一样 这是呢 泡中跟它形成呼应 哎 这张画啊 我们把这个牡丹花 画在瓶子里了 我一说这个 理解了 我们提款啊 这款就有了 把气给它截住 把这角堵住 我们画木蛋花 无论用什么方法 应该求一个拥拥滑贵 啊 呃 画出了以后啊 不腻 让人看了以后啊 有一种高兴的感觉 就好了 啊 呃 希望同学们啊 以后在学画过程当中 多读读画 就是 呃 把各家各派的都看一看 从中啊 吸取一些好的东西 如果说您能够 呃 有主见 啊 呃 有跟别人想法不同的 这个独到之处 这是可贵的 啊 抓住它 不要就是 人家画什么啊 我也画什么 人家怎么画 我也怎么画 人与 以云 这样 不好 这样 没有一天 就说能够画出来 啊 那个不会成功的 啊 呃 别出心裁 标新利益 非常可贵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民主党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见